5000萬美元的廣告預算 第一支全國電視廣告 無所畏懼 傳遞正面積極的訊息 而在喬治亞洲的 萬人造勢場上 賀錦麗也正面回應 邊境問題 賀錦麗表示 捍衛未來和自由的棒子 已經交到每個人手裡 而愛國的最高表現 就是為美國的理念而奮鬥 對於對辯論疑似 未戰的川普 賀錦麗這麼說 Well Donald I do hope you'll reconsider to meet me on the debate stage 彭博新聞的最新民調 年輕族群非裔 及西語裔選民 對賀錦麗的支持 讓川普在七個搖擺州 不再具有領先優勢 儘管差距仍在誤差範圍內 而且選舉充滿未知 但整體來說 反映出民主黨希望獲得的效果 賀錦麗的副手領選過程 從一般三個月縮短為兩星期 美國媒體報導 下星期二到星期五 一連四天 賀錦麗將跑六個搖擺州 而她的副手搭檔會同行 TVB新聞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烏爾戰情勢來關注的是 美國宣布要再提供烏克蘭 價值17億美元的軍員 我們要先請教作衡 大概有哪一些項目呢 好 沒有錯 剛剛講到這17億的軍員 其實項目還滿多的 我們來幫大家羅列一下 這個新的原屋方案當中 其實主要有一個很大重點是 它抽掉了現在美國現有的武器庫存 主要也顯現說 現在俄烏爾戰爭 情勢還是相當的緊張的狀況之下 沒辦法再等下去了 另外還包含了十數種的防空彈藥 以及多款的炮彈 還有多種的反戰車武器 這當中彈藥跟炮彈 是目前烏克蘭來講 他們認為最迫切所需要的 總價值來到了17億的美元 而其實我們看看在俄烏爾戰爭 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很明顯的美國當然是 烏克蘭非常重要的軍事支持方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很想知道 是接下來在大選之後 對於這樣的軍事支持 會不會有所改變 那麼美國也會提供烏克蘭 價值超過550億美元的武器 彈藥 甚至是包含一些安全的援助 但是這個秉化出來了 怎麼樣才能夠知道 什麼時候才能知道 恐怕更是關鍵 而烏爾戰爭打到現在兩年半了 那麼澤倫斯基說 他準備好要和中國會談 宋恆他們想談什麼 好 剛剛講到說 澤倫斯基他現在再拋出了 希望和中國大陸也要來進行會談 這是他在接受日本的NHK專訪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 當然耐心支持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外交上的壓力 是能夠結束這個戰爭 非常重要的三個因素 他首先也先喊話說 美國跟歐洲 我們這些盟友們 還是要持續的保持團結 這樣才能夠形成所謂的外交壓力 另外當然就被問到說 因為之前和平峰會 不是說大陸是缺席的嗎 他也坦言說 確實沒有辦法強迫參與 但是對他來講 現在看起來中俄不斷的在交好 甚至是強化雙邊的關係的狀況之下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了要和中國會談 主要是希望可以聽聽他們的建議 更希望透過直接的對話 可以確認到底中國大陸的意圖什麼 另外他也提到說 現在對於他們來講 日本的支持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他是七國集團的代表 也可以為烏克蘭的重建提供合作 同時也被問到說 接下來11月份就是美國的大選了 萬一川普當選的話怎麼辦 他也是喊話川普 說希望他想要了解烏克蘭的話 可以親自造訪烏克蘭 但其實烏克蘭外造部長 上禮拜不是已經去訪問中國大陸嗎 錯痕有沒有什麼進展 好 當然講到這個造訪中國大陸 聽起來是雙方釋出了一些善意 不過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行程 烏克蘭的外長庫烈巴 他造訪總共是四天 7月23號剛抵達的時候 當時整個訊息都是封鎖的 非常低調 沒有透露時間也沒有地點 而到了隔天和王毅是在廣州 來進行會談三個小時 25號馬上就起身到了 香港建特首 26號就結束整個行程了 好 注意到了嗎 在整個行程當中 他沒有到訪北京 所以長期研究中俄關係的學者 就認為說沒有到訪北京 這是一個訊號 因為這點令人相當的驚訝 他們都是在首都外來進行會談 這象徵的是降低層次 相比一下 俄羅斯的外長在4月份的時候 也訪問中國大陸 當時他就在北京待了兩天 而且也和習近平會面 當然習近平跟外交部長 不一定是要會面的 可是這代表說 習近平特別打破這樣子的慣例 也是釋出友好的訊息 新加坡的學者就分析說 酷烈巴這4天都停留在廣東一帶 認為他這是遭到中方的冷淡 看完了俄戰爭的消息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也歡迎您掃描這個QR Code 下載TVBS 先往APP就能夠掌握蔡葉 好的 謝謝作恆 但其實有多位軍事專家證實 說傳聞已久的俄軍下機攻勢 已經展開了 現在烏東戰線應該是所謂的 全線開戰的狀態 甚至俄軍開始使用 切牛排的新戰術 來到廣州的烏克蘭外交部長 庫烈巴下車後穿起西裝 走進會場 與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在兩國國籍前 禮貌性寒暄握手 隨即針對兩國關係 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這也是俄烏戰爭爆發後 庫烈巴首度訪問中國大陸 國際媒體普遍認為 庫烈巴此行表明基辅當局 有意尋求外交途徑來解決戰爭 紐約時報則分析 烏克蘭釋出的訊息 是同意讓中方奔演積極的 和平締造者 不過附加條件則是 莫斯科必須在準備 真誠談判的情況下 兩國才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王毅指出 烏克蘭危機已經進入第三個念頭 衝突還在持續 並存在升級外溢的風險 中方始終堅定致力於 推動危機政治解決 習近平主席提出四個應該 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此基礎上 中國還和巴西聯合發表了 六點共識 涵蓋了衝突規範三原則 核談方案三要素 人道保護三關切 以及防止核風險 保障產工鏈穩定等重要內容 凝聚了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 得到廣泛的響應支持 中方認為所有衝突的解決 最後都要回到談判桌前 一切爭端的化解 總要通過政治途徑實現 近期俄乌雙方都不同程度的 發出願意談判的信號 雖然條件時機還不成熟 但我們支持一切有助於和平的努力 願意繼續為平活止戰 恢復和談 發揮建設性作用 大陸媒體報導 庫列巴的來訪顯示出 烏克蘭的三大變化 第一是態度上的轉變 從過去抱怨北京 在俄乌戰爭中沒有作為 到現在高度讚賞 中方為促進和平的積極舉動 立場出現180度的調整 第二是從懷疑到認真研究 中國及巴西 為解決危機提出的六點共識 第三是不再堅持拒絕 與俄羅斯展開對話談判 即便基輔方面對此設下了前提 但是比起過往的強硬態度 如今也做出了讓步 雖然表面上看來 俄乌戰爭好像出現了一些轉機 可是基輔的政治精英 真的願意坐下來談嗎 顯然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 波多利亞克的這番話 代表了國內利益派的看法 從沒決定罪 反对着当中还包括这群亚素女的幸存官兵 及阵亡战士家属 在纪念奥列尼弗卡战俘营爆炸事件两周年的追思会上 亚素官兵燃起信号弹 表达对死难战友的哀悼 他们指控俄罗斯捏造证据 声称两年前发生反人道主义的犯罪行为 是乌克兰发射飞弹的军事攻击 意图将这场有计划的屠杀事件 归咎于乌克兰自家人打中自家人的失误 但是随着西方调查越来越深入 不断有新的证据证明 俄罗斯才是整体犯罪计划的主谋 但愿亚素女军事长的马萨利特描述了当年 在这场攻击事件中的遭遇 他说他亲眼目睹了同袍 在突如其来的爆炸中受伤 哀嚎和死亡 因为破碎的弹片也在他身上 造成两处穿刺伤 他永远无法忘记 同为俘虏的一官 不管想了多少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从死神手中 抢回那些年轻大男孩的生命 如今他在亚素旅负责训练 医护兵的基本战绩 他认为只有提高医护兵 在战场上的生存几率 才能保障更多同袍的 野战救护需求 回到战事方面 俄罗斯媒体报道 前方部队在顿巴斯 多条战线取得成果 而且根据西方军事观察家的研判 俄军已经正式展开 传闻已久的下级攻势 同时推进速度异常惊人 乌克兰几乎每两到三天 就会丢掉一个重要据点 导致周遭部队 承受极大的守备压力 甚至有全面崩溃的可能 专家表示这段时间 乌军由南往北全线 几乎可以用风火连天来形容 战区南面的最新消息是 俄军已经完全占领 克拉斯诺格罗夫卡 主攻的第五旅和第11洞旅 击溃了西北角的乌军防卫部队 并且在城区升起俄罗斯过旗 再往北走的亚斯诺布罗迪夫卡 也落入俄军的手中 另外在奥切列纪列方向 俄军第27禁魔师 第15魔步旅和第30魔步旅 先后拿下了新塞利夫卡 佩尔沙 叶夫根尼夫卡 以及俗称进步村的 普罗赫雷斯等三个村镇 俄罗斯电报群组更宣称 先头部队还抵近了 维瑟勒和热兰涅撕开战线 而在沃兹得为认卡 俄军目前距离 T-504公路最近的一个交流道 只有8公里 从俄军全线推进的态势来看 红军村几乎笃定是 夏季攻势的重要目标 这点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也不否认 俄军的剑步功是异常凶猛 而对乌军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全力巩固防线 避免红军村落入俄军的手里 可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 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能力 完成这项任务 防务媒体军事战要指出 乌军前线目前正面临 首尾难以相连的困境 这表示俄军在战场上的 一面能力 比起三年前 有了更加灵活的做法 比方说俄军惯用的前行战术 现在演变出大的前行战术 会在战役外围先出现雏形 但是在大框架之内 还会有好几个小型的前行出现 而且俄军还参考了 瓦格纳当年在巴赫姆特的战役中 分区域逐节打击的方式 由各负责的战斗单位 将乌军各个击破 现在所使用的方式 可以视为是瓦格纳战术的升级版 而且被称为切牛排战术 这种战术就像切牛排一样 切断防线联系的通道 再以缜密的侦察 区分出哪一个方向是乌军的墙边 哪一个是弱边 摸清楚乌军的底细之后 如果遇到乌军的墙边 除了有主攻部队 发起小规模的洗扰行动 吸引乌军暴露布防位置 然后以远程火力或是滑翔炸弹 先轰炸一遍 借此摧毁部分乌军的重型火炮 和装甲坦克 再由两亿的部队打进乌军的弱边 或是用多波刺的阳弓 缠住乌军主力 借由对方调动增援部队的空档 实施战斗侦察或迂回战术 找出乌军防线的缺口 一举撕开防线 直查乌军致命点 一口一口吞掉敌方的阵地或据点 就像吃牛排时 先把整片牛排切割成好几个等份 再依照战场变化 找出最容易入口的那一块 逐一裂解乌军防线 这种方式又被俄军称为 全面开花多点施压的战术 借以凸显乌军在战线上 不仅面临欠缺弹药和兵源的困境 又能迫使乌克兰必须派上 训练和战斗经验 并不成熟的新进战士 填补前线的空缺 在比消我掌的情况下 俄军要占领这些据点 显然会以较小的阻力和代价 夺下计划中的目标 而且从顿巴斯近期 多场战斗的结果来评估 俄军的切牛排战术 的确受到不小的成效 这是不是代表乌克兰在东线的部队 已经难以扭转战局 只能任凭俄军予取予求 知名军事部落客Rai Ba认为 乌军并非没有作为 而是要设法从哈尔科夫 胶着的战线上 释放出部分支援部队 来协助情况紧急的乌冬战线 而不是继续和俄军纠缠下去 另外也要尽量保存战斗经验 丰富的老兵 别总是将这批宝贵的战争资产 消耗在没必要的战斗中 让老兵有机会将战场历练 传承给年轻战士 尽快培养出具有战斗能量的部队 以补强防区内的薄弱点 先稳住战线再思考 如何扭转局势 让二军的推进不再如此迅速顺利 脆一脆进攻方的锐气 以舒缓乌军面临的巨大压力 你会管他恋爱的问题 你会带妈妈去约会啊 你会带妈妈去约会 我每交一个男朋友 妈妈都会说 要看这个人好不好 那他一定要带妈妈 这是你妈妈的阴谋 你怎么会让妈妈得选 哪感情去公审我觉得